大家午安 在中午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到有地震 南台湾的朋友有感受 时间点是在12点14分的时候 我们从这张地震的测报资料来看一下 先注意到它的镇央最主要呢 就是在高雄的山区的部分 那目前呢六规的镇度 是有达到一个四级的镇度 那以整个地震的分布的范围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注意到最主要就在南台湾 镇央就在这个位置了 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今年的地震的频率来说 相对的比较偏多一点 因为呢在今天的凌晨3点钟的时候呢 一样也有地震 而且地点的来说的话呢 是在南台湾的海域的部分 所以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 在南台湾恒春半岛南方这边 持续在板块的运动之下 连续这三天都有规模到 5的地震在海里面 但是呢这也就代表说 我们这边的整个能量释放 正在增加当中 要提醒大家防震的知识跟准备都要有 但地震没有办法预报哦 因为现在人类科技没办法达到 但天气可以预报 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的户外天气 外岛地区天气齐朗 在台湾本岛的部分 北部地区已经到了31度 中部31 南部30 东半部26 接着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面我们可以注意到 台风系统呢 已经开始逐渐地朝着北的方向在移动 对我们来说没有影响 而在今天我们台湾上空 偏着南风上来 各地温度高 这样的高温 两天的时间就今天跟明天 但注意北方有没有看到 有封面云带开始出现了 接着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 这道封面云带开始出现 到了明天的晚上的时候 开始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 但北方高压到礼拜四 开始带进来东北风 所以呢温度要下降 要到周四的时候降 那这样的东北季风的影响 会持续到这个周休假期 所以南来北往温差 相对的就会比较偏搭咯 那我们来看看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温度状况 晚上的温度形态来说是舒适的 明天白天的高温 比今天还要再高一些哦 提醒你户外活动 两件事情注意了 防晒跟多补充水分 而到了南部地区中午暖 户外活动记得要注意的水分的补充 东半部早晚云层量略多 而外岛地区的话 晚上温度比较偏凉 下午山区有局部物哦 行车方面要注意 得好